今年办的还蛮完整的 你看我们会从看戏 听戏 玩戏 作戏 哇 作戏 我们小时候说作戏 基本上它是非常完整 而且大概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相关的包括戏院这里 我们的林处长大家都很支持 所以我想等一下还会更进一步的 让大家了解到这一次整个系列活动当中 很多精彩的演出 那我想我们一定会迫不及待 希望能够在每一场的演出 或者是导览甚至工作坊等等 我们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参与 今天只是一个记者会 真正的精彩是在4月17号到5月9号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每一次 都把这样子把它很完整的呈现 美会今天也在场我们的这个馆长 那他就在承担这个古威强博物馆 整个的PM的工作 那希望说可以把这样很好的经验 在其他的每一项的这些活动计划里面 都能够去落实它 所以文化局也好 观传局也好 我们就站在能够支持的角色 来让在地这个力量 能够不断不断的呈现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 一定要跟大家来感谢的 第二个我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理由 今年是什么年 是我们文学百年 各位今年对大道成来讲 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文学百年其实它所带动的 叫新文化运动 而新文化运动 是台湾从自由民主到文化整体的一个转折 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当初在推这个所谓的台湾文化协会 那么成立了 然后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它是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非武装的方式 透过文化的那种力量的带动 所以它透过包括演讲 包括这个文学 戏剧 特别是戏剧 是当初在推动这个新文化运动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因为戏剧的那种张力最强 我们开场戏 就很容易自己会融进去那个情节里面 所以戏剧这件事情对新文化运动 那时候还编了一些戏曲 那么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推动这个 戏村大道城的时候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 就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的传承 那今年一整年 我们在大道城我们有很多 跟文学百年的一个系列性的活动 会在这里 所以刚好可以相得一张 所以这个我们美会这里 也要把这个活动 纳到我们整个文学百年的系列活动当中 我想这样的话我们从四月五月 刚好就是我们这个戏库这边的大型的活动 那接着我们要到这个我们的情人节 大道城情人节 那大道城情人节 今年的大道城情人节又很特别 我们观众集今天在场 今年的情人节会比以往的情人节更精彩 为什么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启动了台湾自由恋爱的开始 所以今年的情人节会把自由恋爱 会放进这个元素当中去做设计 OK 那再来 这个整个到十月当然是最高潮 然后十月十七号 就是所谓的文学百年文学成立 在当初成立的地点 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学 这边的那个进修理中 现在叫进修高中 所以十月十七号 这就是我们文学百年的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那有很多重要的活动都会在这里来举行 我们系列大概都已经在规划当中了 所以要特别邀请大家 今年在大道城所有的活动 我们都能够好好去思考说 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民主的环境 即使是要去撕源头 要回到百年前我们所拥有的 就会用这个地方 我们的行为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谢谢大家